2024年,我们健康会有的,幸福会有的,一夜暴富会有的吧! 新专辑和巡演,新专辑和巡演,新专辑和巡演,我今年非常不一样,因为我每年都在透露,要出专辑,但的确也一直都在做,但今年我会说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话, 就是我一定要在今年发出我的专辑,我的flag一般都会倒,但这个绝对不会倒,因为我一定要给自己一个deadline, 因为我发现如果不给自己一个deadline,你会发现你永远可以做得更好,因为说实话,其实在很早,应该是一年半之前吧, 或甚至是很多时间,我的一张专辑的歌我都已经弄好了,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的主题,我们的十首,但真的就是你回去听, 你会觉得会不会有遗憾,你会不会觉得,哎呀,还是不够,就总觉得好像哪里可以做得更好, 所以其实中间有几首歌,我们就会想的是可能后面以单曲的方式去发行,或者是以一个我们觉得更适合的一个方式去发行, 然后我们又去再去重新搜罗歌曲,就这样的事情我们其实做了很多次,所以专辑一直都有在做, 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一直的,有更多的机会去陪伴大家吧,无论是用音乐,或者是用影视歌曲,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单曲, 或者是用节目的里面的一些形式,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一些舞台去陪伴大家, 然后也希望自己就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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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,努力努力,好好的做专辑,今年一定, 好害怕呀,我的flag一般都会倒,但这个绝对不会倒, 新专辑还在筹备当中,筹备到刚开始筹备的阶段, 就还是在,还在想专辑概念,然后包括去找哪一个,想想哪个制作人去做, 工作计划就在,首先是在筹备自己第二张专辑, 现在在筹备自己的第二张专辑, 对,我也在筹备自己的第二张专辑, 然后后面就会去跟制作人开专辑的那种商讨会, 然后再想怎么去展现另外一面给大家看, 最近的工作计划就是在筹备自己的第二张专辑, 最近就是在筹备自己的第二张专辑, 然后也跟制作人开完会了, 筹备当中就做一个筹备自己的第二张专辑, 还好多的东西, 在收首歌,然后也要来制作人员, 还好, 我们现在目前在做一个概念化, 各种就在商讨, 我们到底要以什么样的方向去进行, 包括也收到了一些demo了, 会慢慢一个个再听,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今年会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, 因为我们现在也正在筹备我们的第二张专辑, 包括会去跟制作人见面, 去聊聊整体的一个风格状况, 我的二专就是现在还是在不停的收割阶段, 之前有收到一首歌, 还挺满意的, 好, 那就会到我们的二专辑吧, 我觉得二专我应该还是会做实体专辑, 自己只有在讨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, 我觉得到百分之三十了吧, 三四十了, 我的flag是今年把它发出来的, 好,在我这个但是还没有发出来的二专里面, 有一首是比较, 比较, 怎么说呢, 比较大气一点的一首歌, 我的二专虽然还没有弄好, 但是里面有, 现在我们弄完了, 那一专辑弄完了五六首歌, 其他要几首又被打回去, 又重一写词, 感觉还是不太行, 二专, 二专什么时候发, 哦, 该发的行的, 都这样了, 我试出一句吧, 好了, 来了, 好紧张啊, 周盛的二专, 第一句, 第一句要出来, 第一句, 不说再会, 你只是听到我一句, 太多了, 我们也没有了, 好, 就这样吧, 那提到开心, 那我们想让粉丝深深的歌迷, 也能不能开心一下, 就期待二专的进展, 哇塞, 我跟你说, 现在二专正在, 稳步的进行当中, 没有以前的那种, 就是, 进度调到90%, 突然啊, 掉到了10%, 又重新来什么, 没有, 现在在稳步进行当中, 然后, 质量第一, 我还是一直以这样的, 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做, 作为一张, 首先自己满意的专辑,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张专辑, 好, 那我们最高手也是, 期待深深的专辑, 说二专已经在稳步进行当中了, 对, 非常稳步进行当中, 对, 然后时不时也会听到, 就大家催, 深深2023年快结束了, 我就想告诉他们, 我知道, 那2023年年底, 应该没有机会听到了, 应该是2024年的事了吧, 不告诉你, 稳步进行当中, 稳步进行当中, 好, 稳步进行, 我们就期待在2024年, 深深跟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, 好的, 更多的见面, 好不好, 也谢谢你们的爱化成的风, 让我继续飞起来, 哇, 就真的是眼前一亮, 会开始觉得, 我这个年纪说是四个字不太大, 不太合适, 他是一个统治者, 你会后悔的, 别别别别别, 这个你放彩蛋糕三毛吧, 有点可怕, 有点可怕, 哈喽, 腾讯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, 我是本期飘流品的大来宾, 歌手周深, 看得出来很新鲜了, 哈哈, 哈哈, 答案之书, 神奇的答案之书, 你觉得周深唱歌怎么样啊, 你会后悔的, 觉得答案丝实的吗, 我无语了, 我都已经会后悔的, 我还许什么愿呢, 好, 我立的flag能不能立住, 专辑今天, 今天, 今天不可能, 专辑今年一定发出来, 换一个吧, 就发出来专辑大家喜不喜欢, 表示怀疑, 啊, 我看你啊, 这个啊, 这怎么跟我印象中的答案, 这是不一样啊, 我以前遇到的答案是说, 就是说, 一切都不变好, 怎么这本答案之书有点邪门啊, 这是不是有问题啊, 这个太可怕了, 写什么扣问心灵, 什么疏解压力, 哪里有疏解啊, 全是压力, 我已经不感人, 你能问他问题了, 我想想啊, 唉, 我, 能继续开心的在舞台上, 享受唱歌吗, 答案之书, 你做本书吧, 你继续, 啊, 周深以后, 还能不能给大家带来惊喜, 先做重要的事, 连答案之书, 都在催专辑了吧, 应该, 是啊, FLAG就是今年内一定发, 你同不同意答案之书, 好害怕, 有点可怕, 新章机会放比较快乐的歌吗, 我会, 哦, 很会问问题啊, 不告诉你, 是想要颠覆一下大家对你的印象, 跟大家想象中应该不太一样, 大概倒是可以来品一品, 喜不喜欢, 无论怎么样, 咱们过来看看, 走过路过, 来瞧一瞧, 现在就开始腰盖起来了, 对啊, 因为一个专辑对歌手来说, 真的很重要, 很重要, 怎么能这样, 不好吧, 我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我的睡醒的, 就, 我有一天, 我有一天, 我就睡醒, 我很困, 我觉得, 哇, 有个好好听的旋律, 我录完, 然后我去听那个录音录音声, 我现在想, 我都在干什么, 但里面真的还有一两条, 我觉得还不错的, 我希望, 呃, 我努力吧, 如果以后我喜欢的, 我就把它做出来, 对, 但是得过我自己心里经, 今年的一定发你同不同的答案, 就是说, 谨慎出力, 我会好好做它, 别别别, 摸木头, 快快快, 找个木头给你摸, 不行, 这是用木头做的, 太大, 所以它就是不靠谱, 是吗, 现在的重点是在, 做专专辑, 对, 好好做好看, 然后在后续的事情, 我觉得都会跟上的, 我中间已经推翻了, 有几乎是整张专辑的两三次, 你不停就说, 我可以做得更好, 就感觉有一种, 再出最后一张专辑的感觉, 就感觉给自己的压力, 有点过大, 哦, 这样专辑更像是一个坦诚, 我更立体的去表达出去, 我真的是大家, 不太熟悉的周深, 太了解了我, 但这个不熟悉和不了解, 它不仅仅是从音乐风格上, 大家会想不到吧, 心里也很拔骨, 很忐忑, 因为我不知道这张出来, 大家会觉得, 哇, 我真的是不一样的周深, 还会说, 啊, 这个是谁, 可能每一个舞台, 我自己都觉得是, 靠上个舞台去, 努力的拼, 努力的争取, 所以现在我也觉得出道, 第九年了, 让自己去成长了很多, 让自己去放松了一些, 所以我才会, 敢去推翻前面我做的那些想法, 去做现在这样的一种, 是说的像, 张不张记已经, 吧, 那今天可以再试图一些, 二专的清新吗, 除了上次说, 会有一首大气的歌, 你妈还能说, 嘖, 那今天都这样呢, 我试出一句吧, 不然, 我试出那一句, 一句可以吧, 你看, 他白了我一句, 一句可以吗, 那里就认真的一句好了, 词是什么, 来了, 来了, 好紧张, 《总生的二专》, 第一句, 第一句要出来, 好, 第一句, 不说再会, 是不是得早, 长一点吧, 够了是吗, 好, 耶, 见面, 最在忙的, 当然是自己的音乐作品, 然后希望, 自己可以在准备好的时候, 把它准备, 把它能够让大家见面, 然后自己也很期待, 这个作品的见面, 撰击, 但是我觉得就是, 还是要, 要以所有, 能够达到自己喜欢的, 那个程度为第一, 所有其他都, 先放在后面, 我就把它做到自己, 最想要表达的内核, 和那个重要的意义, 放在第一, 就新专辑筹备到什么阶段的, 筹备到刚开始筹备的阶段, 就还是在, 还在想专辑概念, 然后包括去找, 哪一个, 想想哪个制作人, 去做的这个阶段, 因为第一张专辑, 由高尔松老师当监制, 隐约当制作人, 然后钱雷老师写了很多首歌, 相对来说, 很难接到第一张专辑的那股气, 所以我会比较担心, 第二张专辑会是什么样子, 所以筹备的时间, 可能会比较长一点点, 对。 还会请高老师这个作专辑吗? 啊, 应该请不起吧, 哈哈哈哈哈哈, 啊, 希望吧, 一个美好的愿望, 对吧高老师, 强行逼迫, 哈哈哈哈, 还以为觉得好吗高老师, 哈哈哈哈, 因为第一张专辑真的是, 高老师亲情为我所制作的, 因为包括, 都他自己, 套腰包帮我做的, 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他, 你来之后还会到这个里面搭档吗? 就有一些歌是这样的? 会啊, 也觉得自己写的歌相对来说会更, 轻一点, 就按照他们的感觉就是, 自己写的歌就是笛子, 因为我一直都把自己的歌当自己的孩子, 然后自己写的歌就更像笛子, 是亲生的, 当然其他的歌也是孩子, 就自己写的歌会更好的传达感情吧, 不过我会继续尝试, 不过我写歌真的要灵感, 这首歌是四年前突然一个灵感, 看完《项目友人帐》这个动漫写下来的, 直到四年后再发, 然后这其中的四年, 没有写过另外一首歌, 再也没有写过另外一首歌, 所以就灵感很缺乏, 写歌人须努力, 对, 路还很长, 那青专节有没有就那种很甜的情歌呢, 青专节还在筹备当中, 哈哈哈哈, 有吧, 对, 有有有有, 你们要有就有, 对对对, 好像可能近期可能会推出首比较甜的歌, 对, 还能期待一下, 对, 虽然还没有录, 但是已经有demo了, 对对, 可能会录, 对, 但是说有没有可能会挑战快胶或者是乱, 不可能, 真的是一个毫无突破的歌手, 哎, 可是我在生日线很突破, 对, 比如像memory好了, 他们就说, 哇, 完全是一个不认识的周深在唱歌, 其实我唱歌一直都用自己的真声啦, 只是我很少用到低音域, 但这首歌里面, 我就用到很多的低音域, 中低音域, 对对对, 就会很不一样, 一直这样自己夸自己, 下一部工作计划就在, 首先是在筹备自己不要当专辑, 然后马上开始自己的, 第二次巡演, 然后第一场是1月20号在北京, 有有有有, 现在在筹备自己的第二张专辑, 然后还有之前录的一些歌, 然后也要陆续续, 希望他们赶紧发出来, 对, 不行, 然后也在准备自己, 接下来继续要小小的巡回演唱会一下, 然后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稍微的多多支持咯, 大家的节目啊, 我觉得表现非常的出色, 那今年应该会在新的音乐作品上, 相信是不会落下的, 对不对? 我也在筹备自己的第二张专辑, 包括后面就会去跟制作人开专辑的那个商讨会, 在想怎么去展现另外一面给大家看吧, 没错, 其实周深他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, 当时我也在现场, 会了解到当时其实是在尝试着, 开始用自己的声音演唱自己的作品, 那相信到了第二张的时候呢, 应该会有更多的, 属于自己想要表达的讯息, 更多声音的玩法吧, 比刚才那样玩的还精彩, 我觉得我还是要好好唱歌, 我觉得这一切到最后, 到最后又带来好的作品, 好的音乐, 一切都成立, 再次感谢周深, 谢谢老师, 谢谢大家, 谢谢林生, 谢谢, 拜拜, 在采访时周深也透露, 最近正在筹备新专辑, 希望给粉丝带来更多作品, 最近的工作计划就是在筹备自己的第二张专辑, 然后也在准备去录制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音乐类的综艺节目,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, 然后还有之前录的一些歌曲慢慢的也在发布, 大家可以小小的跟, 跟, 嗯, follow一下, 关注一下, 除了退这首歌之后, 然后还有没有什么音乐计划, 然后可以和大家在录录的? 因为我最近就是在准备自己的第二张专辑, 然后也跟制作人开完会了, 其实他也很苦恼, 到底我怎么去给我做这张专辑, 因为听过我歌的人都知道我的声音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, 或者是给别人的感觉是什么样,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制作人老师会帮我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特长呢, 还是我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就声, 对, 我觉得这个制作人那就靠你了, 所以风格有确定吗? 风格没有确定, 但是一定会有不同的风格的歌曲, 对, 那大约什么任何大家见面呢? 我们尽量在今年, 今年内给大家见面吧, 期待你的新作品, 谢谢, 那之后的工作安排, 给我们说一下, 之后工作安排就是因为呢, 准备自己的第二张专辑, 然后陆陆续续在搜很多歌, 然后也在跟制作人谈相关方面, 可能音乐风格, 或者是音乐类型吧, 反正就尽量多多尝试, 能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, 而不是每天就是, 看你在去, 我也可以, 看你离我而去, 没有了, 所以后面这算说唱吗? 不是, 另外一种风格, 打给你, 好, 期许的话就是, 希望赶紧能够把我的第二张专辑做出来, 因为现在目前在做一个概念化, 各种就在商讨, 我们到底要以什么样的方向去进行, 包括也收到了一些demo了, 会慢慢一个个在听,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今年会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, 对,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, 就会, 还会继续办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巡演, 然后再来很多多多关注, 每次宣传自己的演唱会, 都会很不好意思, 会比较为什么, 我要选大龙歌, 大家记得来很久, 就是, 有,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, 正在筹备我们的第二张专辑, 包括会去跟制作人见面, 去聊聊整体的一个风格状况, 所以我们会尽量在今年, 就出一张也是新的, 很多很多好听的歌的专辑, 而且我们尽量也在这张专辑里面, 给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周深, 6月22号在深圳, 然后7月13号在杭州, 还会有两场声空间, 然后我们会在里面, 让大家听到一些, 以前我没有唱过的歌吧, 对,尽量给大家一些惊喜, 对, 而且还会有一个, 另外一个主题的演唱会,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一下, 周深其实聊的, 我觉得其实歌迷最在意两件事情了, 一个是你的二专, 一个是你的巡演, 二巡, 对, 所以, 也是够二的, 我的二专就是, 现在还是在不停的收歌阶段了, 之前有收到一首歌, 还挺满意的, 因为我觉得, 你说目前只收到一首挺满意的歌, 因为实在是太少了, 因为现在更多的, 我觉得大家大方向是唱作人吧, 对, 还论自己写的也好, 唱的也好, 可是你不是也开始, 自己作曲啊, 我的那个唱作可能会, 争取以后收录在儿童歌曲大选里面, 因为我就是, 我还真的不太会写歌, 我在尽力尝试, 我也会尽力尝试, 所以就是, 我想要有一个比较诚意, 比较满满的二专出现, 所以我就,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点时间, 多去准备它。 了解。 所以你的脑海当中, 如果让你去描述一下, 你对二专的期待的话, 你会希望它跟一专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? 嗯, 我觉得一专就是充分的发, 发现了我的特点和我的长相, 那我觉得我的二专的话, 会跟我的二巡比较像一点吧, 因为我的二巡它叫做C929星球, 嗯, 我觉得每个人都特别像是一个孤独的星球, 每个人星球上有自己的季节, 有你属于你自己的阴天晴天, 或下雨下雪, 然后我觉得我的二专里面也是这样的, 里面会有我不同的声线, 之前某某呼呼之道周深, 可能是唱一些缥缈的中国风的歌曲, 但是你会发现在我的演唱会, 或在我的二专里面也有那种, 海盗爆的我, 就是很惊分的感觉吧。 嗯, 所以希望他的那个面向会更多元一些, 嗯, 在里面, 那收割应该是真的挺难的一件事情, 尤其是在, 因为这几年, 我刚为什么说所谓摇钱树啊, 那是一个, 那是个结果, 但实际上就是说, 大家都特别喜, 希望可以跟周深合作, 不管是, 不管是游戏呀, 或者是, 就是影视方面的动漫, 就是会觉得说, 还有很多的歌手, 对, 就你去看, 你去看那个, 你去看那个列表, 就知道我在说什么, 所以, 所以就是在唱, 经历了这么多的就是, 作品之后, 你在做自己的专辑的时候, 会不会就格外想要, 就有一种格外的心情吧, 应该会有吧, 肯定会有, 因为我觉得, 呃, 在唱这些, 可能大家叫他OSD这样作品的时候, 你会觉得你是为别人的故事在唱, 你会觉得你在歌里面的角色, 是里面的主人翁, 嗯, 可能是男主人翁, 也可能是女主人翁, 也可能是一个客观的角度, 但是如果专辑的话, 就是周深, 所以我觉得在选歌挑歌的时候, 要跟自己的心境更相关一点, 这是为什么选歌那么困难, 就一定要能表达你自己的东西, 你要更代表自己的音乐审美, 这点, 朱安老师说的特别对, 就是音乐审美吧, 因为我觉得一个专辑对歌手来说, 太重要了, 它就是你的名片, 它就告诉你, 我平时, 我对音乐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, 是, 第一个粉丝的问题是, 二专会不会尝试并交这类比较突破风格的歌呢? 并交是什么, 风类的, 风格的, 风, 风格的歌,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, 我以为你会知道, 那就, 我们的二位专辑吧, 并交是不是, 无人天亮, 无人天黑, 就是很柔弱的那种, 不知道, 下一个, 明天计划就是, 怎么说呢, 还是继续录自己的歌嘛, 然后之前录了很多歌之后, 希望能够尽快跟大家见面, 然后也一直在筹备自己的第二张专辑, 希望能够尽快的收到更多自己喜欢的歌, 然后能够让自己的第二张专辑, 赶快给大家见面,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的动态吧, 因为董觉在, 歌手结束之后, 你自己在音乐上, 要不要也出专辑呀, 或者是有新的作品? 专辑肯定要的呀, 但是就是因为, 收歌其实很难, 收歌很难, 对, 没有刀吗? 没有, 没有, 我说到自己喜欢的歌, 你好冷啊, 所以, 所以歌, 一直在进行, 那你可以顾问一下, 如果有写歌的话, 我给你投稿, 你想收到什么样的歌? 我不知道, 就是我也想, 就是我还在想的是, 出一张什么样的专辑, 能够让大家又觉得, 又好听又好, 我觉得这个很棒, 那你就太难了, 对, 你要是, 你要是那一个, 那粉丝, 那嘴, 重口, 重口, 你就把握, 对了, 你自己喜欢就行了, 你就去寻找你的知音就行了, 对, 千万不要再去别人说你什么什么什么, 刚才我就一个观众说, 好运来的不够好运, 好运吗? 好听应该是可以了, 我觉得, 当然, 好听就行, 蓝老师, 您把我架在这儿, 之后, 要是没有出去, 好运来的歌呢, 那个风格的歌呢, 二专会如果有实体专, 或者签售这样, 哦, 诶, 我觉得二专我应该还是会做实体专的, 因为我觉得, 虽然现在已经很少人会去听CD, 但是我觉得, 能够拿到一个实体的话,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, 那如果是有实体的话, 那肯定就会有签售吧, 嗯, 我争取, 好不好? 嗯, 好吧, 就是一直在创作当中, 一直还没有让自己满意, 哈哈, 就是我觉得写歌, 你要说它容易, 它也很容易, 你写完一首歌, 但你要写一首自己, 觉得可以发出来的歌, 其实是非常难的, 各方面都非常难, 无论是词, 或者是编曲的时候, 所以我觉得还在, 就一直在创作中, 对, 但是希望能够尽快有一首自己觉得也满意的歌放出来, 只是, 并不是说我要走唱作人这个路线, 而是, 很多时候会, 因为身边有很多写歌写得非常好的朋友, 然后就会很羡慕他们, 就能够把, 即时即刻的一些感情, 或者是自己遇到的一些故事, 能够把它写成一首歌, 我觉得是一个很, 很幸福的一个经历, 所以在尝试能不能够, 也会学会自己用音乐去表达, 自己当时, 当下感受到那些情绪, 对, 我觉得是, 尝试吧, 我已经被掏空了, 我已经被掏空了, 被割打睫毛掏空了, 模仿, 自己模仿的是手机震动, 空空如也的我, 就自己一直有在考虑自己的第二张专辑, 包括我觉得第二张专辑, 哎呀, 我也不能够立那么大的flag, 大家会期待, 总之就是第二张专辑, 会跟, 会, 会大家会想不到的一些风格吧, 应该说是, 会更多的去尝试一些, 之前的音乐的空白去, 就是总之就是大家想不到的, 周深会唱的一张专辑。